大家好我是Paul 終於到最後英文一起讀 這一集可能筆記很難做 因為實在資訊量太大了 我自己在開始做之前 我都覺得資訊量太大 而且我都懶得先做一些 就是我可能會有些pre的筆記 什麼叫pre的筆記 靠北 pre recording的做一些筆記 我多半在錄之前 會先走一下這個文章 然後覺得要講的東西 就會稍微把它記起來 可是我覺得今天這個實在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這影片會多長 前面說的這百次的東西 講太長你可能已經關掉了 先預告一下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這個韋式字典 我很喜歡的這個字典 叫Marian Webster 他在9月的時候 加了300多個新字進去 字典加新字 事實上不是什麼新奇的事情 只是有時候加了字 就很浪潮上的 就浪頭上的一些字 我們真的也不能不認識 有很多對我來說也是很新的 有些比較不行 可是你還是應該知道 像這邊有個字叫Baller Oh my God 這個字現在竟然進字典了 這Baller Baller是什麼打球的人 Yeah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很屌的 OK 很屌的就是很Baller OK 那為什麼啊 我說不上來 還有Cringe這個字 我都覺得這個字不新 我沒想到現在竟然 現在才進了字典 Cringe這個字我真的很常講 那again 如果你不是我一直以來的觀眾 Cringe就是你 一個東西你看了會覺得 整個心都揪起來就是Cringe這樣子 OK 好 這麼簡單的一個字 然後現在才進字典 好來了 我們看一下 我們換另外一個form來看一下 Yes 所以他用了一個很多不同的 來這邊 所以我剛看的這個事實上是一個報導 我們看報導不好 Cringe的報導 因為報導的話整理就是看一些句子 不要我們今天看字就好了 所以今天這個是字典之一的網站 So we've updated MarianWebster.com with370 new words 370個字超屌的 來我們馬上往下看 所以在Business跟Technology這個項目裡面 有什麼東西呢 我們講中文就已經說過智障型手機有沒有 所以要是你今天還沒有換成智障型手機 你的祖母還在用甚至可能滑蓋的折疊機或三小的 智障型手機 所以因為有這個字就叫做dumb phone 就是smartphone的相反 所以a cell phone that does not include advanced software features typically found on smartphones 叫dumb phone OK了 那還有像往下看的話 我們就找真的 比較有意義的字來看就好了 supply chain 連這個字都現在才進了字典 我們中文早就知道了 叫做供應鏈 supply chain chain這個字有鏈子的意思 沒問題 下一個字green wash 什麼東西呢 就是green你知道就是綠的嘛 那我們就go green 我們要環保 green 那加個wash是洗 洗綠 我們中文有叫洗白 洗綠是什麼 就把一些產品 或者是你的一些公司政策 或者一些做法 搞得好像比較環保一點點 so to make something such as a product policy or practice appear to be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or less environmentally damaging damaging than it really is 所以就是洗綠的概念 那可是事實上也可能是誤導你其實 可以齁 好所以green wash 這個字進了字典 有點酷 好 然後在這個虛擬世界中 metaverse 沒問題 你看這個 facebook已經變成了這個公司 metaverse 所以是元宇宙 可以 laggy這個字都現在才進字典 我都覺得很驚訝 lag這個字就是你知道延遲 網路延遲 打遊戲的時候都知道 所以laggy 這邊說的是having a delayed or slow response 這樣子 ok lag 下面這個sponcon我覺得是很有趣的字 所以我對我來說也蠻新的 sponcon sponcon 猜得出來什麼意思嗎 spon是sponsor con是content 所以就是你的贊助商的內容 所以content posted usually by an influencer on social media that looks like a typical post but for which the poster has been paid to advertise a product or service yes 所以算是置入性行銷 不對 置入性行銷是另外一個字 你看中文講好卡 置入性行銷是另外一個字 你可以叫它embedded ads嗎 還是三小的 事實上我在亂講 但這個sponcon是 他搞得好像是那個人真的在推薦一個東西 可是事實上他還是有拿錢的 所以這個content posted by an influencer influencer這個字ok啦 就你知道影響力的人 像KOL之類的你懂了 那它看起來像是typical post 也一個很典型的一個帖 但是其實它有被付錢 but for which the poster has been paid to advertise the product or service 所以sponcon沒問題 Alright 下一個這個字也是virtue signaling 這個字我常看到 可是我們在中文還比較少看到它直接的翻譯 我們其實簡單說 我就簡單說中文 我們就稱為正義魔人 可是這個字又不是人 你知道這是一個動作 virtue signaling 看起來比較像是動名詞 所以正義魔人做的動作 就叫做virtue signaling 我們看一下英文怎麼說 the act or practice of conspicuously displaying one's awareness of an attentiveness to political issues matters of social and racial injustice or justice etc especially instead of taking effective action 好 稍微解釋一下再說什麼 所以你的一些行為 the act or practice 行為或做法 什麼的行為或做法 conspicuously displaying one's awareness of and attentiveness to political issues 以及後面這個東西 我們先看到這邊 這個不是很好解釋 所以again 什麼樣的行為或做法 就是很明顯的 很清楚的展示出 你對一件事情的指導 the awareness 像你很清楚什麼是LGBTQIA 然後你就說 這個LGBTQIA 會覺得這個東西很冒犯 所以你不要做這件事情 again就像正義魔人的做法這樣子 所以你對一件事情有awareness 或者你對它是很關注的 attentiveness to what to一些政治上的議題 political issues so black lives matter 對不對 很多白人就是跟黑人站在一起 black lives matter 如果說你只是在那邊講 然後你又不做什麼事的話 那個就是我們講正義魔人在那邊 在指責別人而已這樣子 所以這邊也說 特別是你並沒有做一些 you're not taking effective action you're only pointing 你只有在signal人家 你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political issues 或是matters of social and racial justice 所以這社會上的 或者是種族上的一些 正義上的一些事情 matters of social and racial justice or injustice這樣子 好大家聽懂了 沒問題 然後再來 還有一些什麼值得看的呢 自然上的大家還好 好 slang and informal language 這可以了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字叫做 yeet 對我來說這個字也蠻新的 那是來幹嘛呢 你要來表達一些surprise 或者approval 或者excited enthusiasm 就可以是eat 動詞的話 就是把一個東西重重的丟下來 不管它會不會被摔壞 之類的叫做就eat 我都還不是很會用這個字 說實在的 不過好像在社交媒體上 這個字應該算是蠻常見的 就是還有這個janky這個字 應該也是非常popular 只是我自己也真的很少用 可能真的我老了 靠北 所以是一個不是很formal的字 所以janky就是說一個東西 品質很糟 so something that sucks OK 它跟junky這個字 好像就有點像 OK junk這個字又垃圾嗎 你知道OK junky 好然後sus這個字 我算是有見過 所以它就是suspicious OK 或者是suspect 這樣子 所以懷疑一件事情sus 那look這個字就是超屌了 我覺得 L-E-W-K 它其實就是L-O-O-K這個字 但是就是比較流行的版本 我說what 而且發音事實上 是有細微分別的 L-O-O-K就是look look Hey look at it look OK take a look 那L-E-W-K 感覺發音比較像look 因為有個字叫lew OK L-E-W 所以look跟look 是不太一樣的 OK 好 So a fashion look that is distinctive to the wear and that is noticeable and memorable to others 所以你有一個很特殊的 你戴一個特殊的帽子 這個帽子很特殊 那就是你的一個look L-E-W-K Alright PWN這個字其實已經非常久了 非常久了 那它其實是一個拼法拼錯了 它其實是O-W-N 就是on on這個字 擁有 那擁有這個字有什麼好調的 我擁有這個字在 這個遊戲裡面的說法就是 我徹底的主宰了你 我把你這個penta kill把你全隊殺掉 然後我跟你打翻就打什麼英雄聯盟還是三小的 然後最後我們的戰績可能是四十殺對三殺這樣子 所以徹底的把敵人給毀滅掉了 你就可以說we totally own you we own you OK 我們擁有你 這個翻譯很奇怪 那要是你是輸的那一方 你就可以說 oh we got owned we got owned OK 我們被人家給on去了 還是很難翻譯啦 說真的 所以 那為什麼會變pwn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有人答錯字 那答錯字之後大家覺得很好笑 所以從此之後own就變成了pwn 我這樣解釋 就that's it OK 我已經解釋完了 如果你還是不懂的話 I feel sorry 所以pwnon這個字 它的發音事實上就可以是own 可是我也聽過把它唸成pwn就是了 所以它的意思是to dominate and defeat somebody or something 就這樣子 OK you can own somebody 好 cool Alright 下一個字我覺得很可愛 adorkable 用adorable這個字就是說你很可愛 很吸引人 adorable 那它把它改成了adorkable 就多了一個k在裡面 那k這個字就是awkward awkward就是尷尬奇怪 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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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扭扭扭扭扭扭 就尷尬奇怪的這樣子 覺得不舒服的 好 所以Socially awkward or quirky in a way that is endearing 所以有人可能非常不會社交 所以在社交場合上可能就有一點非常的尷尬 非常的不太舒服 跟你聊天聊兩句接不下去 然後就開始沉默之類的 那可是這樣的人有的人反而會覺得這樣的行為是很可愛的 OK 就它有點社交上手足無措 可是卻蠻可愛的 所以這個叫做adorkable 這個字好有趣 我覺得它有它可以使用的地方 我真的覺得 像例如說一個年輕人 可能在第一次去參加一些social event social function的時候 他可能不太知道怎麼去跟人家small talk 可是在別人眼裡看起來可能會覺得 這小朋友好可愛這樣子 OK adorkable 然後下一個字事實上我也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才出現在字典裡 他MacGyver MacGyver是什麼 MacGyver就是我那個年代的馬蓋仙 你如果不知道我也不想解釋給你聽的 馬蓋仙是一個劇 那個劇 我說不想解釋 不知不覺就開始解釋 馬蓋仙就有一個劇 那個劇裡面的男主角就什麼都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OK 化學物理學什麼的就很會 然後他專門用這些知識 就物理化學上的知識 來去突破一些他遇上的一些麻煩 身上有一把瑞士小刀 隨時拿出來都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功能 這樣子 好 所以MacGyver就是 他就把它當成一個動詞 OK to make form or repair something with what is conveniently on hand 所以你手上有什麼 就拿來去修一修什麼東西 就You MacGyver something MacGyver something 這樣子 MacGyver 所以馬蓋仙 MacGyver 好啦 Anyway 那Baller這個是剛剛說過的 Cringe這個是說過的 那下面有兩個是 Abbreviation 所以for what it's worth FWIW 然後I C Y M I In case you missed it 這兩個字 縮寫也被放進了字典裡面 這兩個字都不是acronym 我特別強調一下下 因為有一個字叫做acronym acronym必須是當你說寫這個字可以念成一個字的時候 我們叫它acronym 如果它不能念成一個字 它就叫做abbreviation 所以這兩個字事實際上是有不同意思 我acronym也是abbreviation 我舉個例子 NBA是acronym嗎 不行 因為NBA念不出來 聽懂我意思 MRT是acronym嗎 不是 因為MRT也念不出來 你必須要把單獨字母念出來 那如果說今天 這個好了 The Hall of Fame 名人堂 無論如何它大概唸得出來 Hoff OK 雖然說可能沒有人這樣把它唸出來 但總之你可以稱它為是一個acronym 因為它能唸得出來 好聽懂就好了 來 所以這兩個字是abbreviation 不是acronym 要不要解釋一下 In case you missed it 大概沒問題 就 你可能沒看到一個什麼東西 我現在再說一次給你看 好 所以In case you missed it Here's my什麼什麼東西 這樣子 這解釋好爛 不管 For what it's worth 會比較難 不好解釋 它的意思大概是 我現在要講一些話給你聽 那我也不知道這個話 到底對你來說有沒有多大的意義 可是我還是就講講看了 OK 所以好不好造句 可以 可以造句試試看 例如說我對一個事情是有一個看法的 那我也不知道這看法對於我們現在的討論有沒有幫助 可是我就說說看 你拿去參考一下下 大概就這樣的意思 就是我說這個東西給你參考一下 這樣子 OK 好我們照個例子 照個例子 好了 我認為 很多明星去中國賺錢 那也就是為了賺錢討一份這個 賺個生計 所以為了未來 為了退休著想 為了想賺錢 然後也好好退休 然後他們可能就背棄了台灣的一些思想想法這樣子 甚至可能會說一些話來討好中國那邊的網民 那我認為這個事實上是人性上無可厚非的一部分 所以我可能就跟你說 for what it's worth I think that these celebrities who go to China to make money 這句子講不完 for what it's worth I think their I think their behaviors and actions can be justified 我認為他們的行為 他們的一些做法是可以被合理化的 can be justified can be justified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nobody pays money everybody loves money so if they want to go to China and try to you know kiss the Chinese people's ass they have their freedom to do so 他們是有自由可以這麼做的 you may think of them as less patriotic than you are but for what it's worth I think everybody deserves the right to choose what they want to do right 所以每個人都有這個 權利來去選擇他們想做的事情 所以好了 造了一堆其他的 說的不是很好的句子 抱歉 但anyway 就這樣子 來我們再往下看 我們做過一集 shrinkflation 所以這邊也把這個字塞進去了 就是那種 縮水式通膨 還記得嗎 如果不記得自己回去看 shrinkflation 所以這個字也進了字典 yeah alright 還有什麼 side hustle這個字也進去了 蠻有趣的 什麼是side hustle 簡單說就是你 你說part time job也不是錯 說實在的 hustle這個字怎麼翻 hustle這個字有 記不記得有個動畫片叫做動漫 不是動漫 動畫 叫做動物方程式 裡面有一個狐狸有沒有 spoiler alert 那狐狸他就去買大杯的斯特賓 然後變小杯變小杯變小杯 然後去賣給更小更小的動物 然後就賺錢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屬於一個hustler ok 像我知道有的人去買一些很貴的球鞋 然後把這球鞋轉賣出去 然後賺錢 那個也叫做hustler hustle ok 所以你可能有一個主業 可是你可能會做一些side hustle 這就是這樣的意思 side hustle ok so work performed for income supplementary to one's primary job 所以他是來去補足你主要的工作的 這叫你的side hustle 可以 那你可以說 事實上part time job也能說得通 只是這個字就比較新就是了 好 you do something on the side so I'm working as a teacher but I'm also doing something on the side 這個on the side就是side hustle這樣子 ok 好 所以好像也差不多講完了 有一些是健康上的字 像比如說subvariant這個字 就是我們講說covid有很多不同的變種變出來 subvariant這個字 好也進了 那像我們知道那個 中文怎麼講有時候想不起來 加強劑嗎 我們知道我們打過我打過兩劑打個第三劑 然後再加打一個加強劑 是不是叫加強劑好像不是 可是英文叫booster shot booster booster shot 那這裡用了booster dose 那這個字也進了字典 可以了 那你記不記得在那個covid-19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說很多的這些vaccination vaccine都是用什麼EUA你還記得吧對不對 所以就是緊急的那個許可使用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所以這個字EUA現在進了字典 然後再來就這兩個也是也進了字典 然後就要解釋OK的 好然後還有些什麼呢 差不多其實快結束了 那這邊有個像hoglet 這個字蠻搞笑的 所以一個babyhedgehog hedgehog是那個刺蝟 所以小刺蝟就hedgehog hoglet 基本上什麼let的結尾就是小什麼東西 我不是在罵髒話 像例如說droplet這個字小水滴 piglet就小豬 像小熊維尼的那個很好的朋友粉紅豬 他就叫做piglet OK 所以dropletpiglet 那還有像pamphlet這個字 就是那個我們講說廣告單章之類的 宣傳單pamphlet 或一些簡介pamphlet leaflet這個字都有 小張小張的 所以什麼let結尾就小小的什麼什麼這樣 OK 好 好像結束了 還有食物是不是 最後這個 這個我想講一下 omakase omakase 一聽就知道好像是日文字 這什麼東西 這個我覺得翻譯成無菜單料理 好像還過得去 不過我不是非常肯定 可是我非常肯定它就是 你去吃壽司的時候 然後你就跟壽司師傅說 來全靠您安排了 就這個意思 所以讓壽司師傅決定你今晚要吃什麼 omakase ok so a series of small servings or courses as of sushi offered at a fixed price and whose selection is left to the chef's discretion 這樣子 所以小賤的小賤的 或者是很多到的東西給你吃 而且價格是固定的 那它的選擇是讓廚師來決定 so whose selection is left to the chef's discretion discretion這個字就是它的判斷 ok discretion 我們常在看影片前會有這麼一個 就是影片會說 這部片可能有暴力或什麼什麼內容 所以您的判斷 所以我建議您用您的判斷來選擇 要不要看以下的電影 所以這句會說成是 viewer discretion 所以viewer discretion is advised 這是我們在影片前常聽到的一個 disclaimer ok disclaimer the following film contains sins of nudity and verbal violence 或什麼這些的 and viewer discretion is advised 我們聽到這樣子講 ok 所以這邊說是 廚師的discretion 來去選擇你要吃什麼 so the selection is left to the chef's discretion omakase 好 酷 沒問題 好 其他我大概覺得差不多了 最後一個plant based 我們常講vegetarian 或者vegan這些的 他蠻夯的一些字 可是我如果強調我今天吃的這一餐是 以植物為基礎的 那不就vegetarian嗎 靠杯嗎 可是他們現在多一個比較新的字 叫做plant based 所以plant based diet 這個字 ok 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 好 所以他進了 all right 進了這個字典了 好 我們拉拉扎扎把這講完了 我真的覺得如果今天要做完 我把剛剛這些全部打出來 會花很多的時間 而且可能會看一看就覺得很容易迷路 大家會這樣覺得 好 希望這個對你來說有一點幫助 那如果覺得這樣資訊量很大的話 或許你可以多看幾次吧 maybe 好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